这个题目叫回顾无疑展望 如果说从回顾原始点一路走来 现在从2006年开始第一本书 到现在这一本2009年末 这一本出来已经前后相隔14年有了 将近15年 那这一段过程中的改变 应该算是非常巨大 2006年早期那时候还在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 到我2008年末 那时候开始完全确定了一条脊椎七处 这时候有没有再改变 没有 但是2008年开始有一个转折 最大的转折是黑角阿嬷 那黑角阿嬷就是外乐园的使用 大面积的脱离了中医那个温灸的概念 温灸它是灸在哪里的 经络穴位 它的面积非常的小 那现在以原始点来看就知道 中医的温灸它要解决的是他处体伤 而非患处体伤 患处体伤就不能这样一点点 患处体伤才要大面积 那黑角阿嬷很明显是属患处体伤 因为它脚趾头黑掉 你揉是不会揉好的 那个红豆袋跟灸的概念 事实上是不大一样 灸它面积很小 红豆袋面积怎么样 很大 因为患处体伤必须要大 还有用的时间也不一样 它可以24小时持续不断的这样温敷 那温灸一般 因为它部位小嘛 又是解决他处体伤 那它用的时间可能只有一个小时 满屋子就烟雾弥漫了 所以它用的时间很少 那简单的讲 温灸跟针刺穴位都是为了解决他处体伤 现在我再来研究中医应该是这样 那倒了药一针二灸三用药 药就是怎么样 如果我们以原始点来看 那就是一个内热源的概念 那内热源它吃进去要体质改善 再来修复体伤 那个也是有一段时间 但药的部分我们先不谈 光谈灸的部分跟针的部分 它们还是在他处体伤着手 那到了我们的外热源 事实上已经到患处体伤也有了 直接撒在患处 不管它面积有多大 你看乳癌的也可以直接撒在那个患处 那所以它的跟中医的灸事实上 那个概念还是有不大一样 就是它面积可以大 温敷时间可以长 然后它真正能解决的不止他处体伤 已经可以应用到患处体伤了 应该是这么讲 那这样的发展对原始点是一个很大的进展 因为从我太太得乳癌之后 她第一个救她的命就是人参嘛 重用人参 那时候内热源有这种概念 那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也经过五年研发出来 之后就是2008年面对黑脚阿嬷 然后再把外热源再进一步完善 那这一段时间慢慢的进展 开始寻找另外僵的内热源的服用 因为中医很多药 那我认为原始点跟中医不能一样 因为中药你只有医师能开 一般民众要推广不容易 那如何让民众能够拿到最好的热源 然后做出来的又能够比中药好 那找来找去最后还是认为僵 僵第一个它不是中药 这个也回答最近台中有一个问 为什么16版中药药性被删 那为什么中药药性要删除 因为这一本书叫原始点医学 不是中医医学 那你把中医的药性拿来 你做什么用 有一点不删不试 所以我发现到16版一定要做一个区分 我们既然不谈药 我们何必把别人的药拿来我们做研究呢 所以16版是确定以后不可能把中药药性纳入进来 那因为姜已经够用了 现在好用的不得了 然后原始点就是在2009年到2013年之间 我认为开始确定了内热源的用量 那时候20122013还有很多说法就是 姜啊到底可以喝几斤啊 也有人四五斤啊五六斤都有 我现在来看这个过程中也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 不是说用多就错或是用少就错 没有这个就像按推 有些人要大力按 有些人轻轻按他就很痛 所以总归到最后还是我们的一句话 就是以患者怎么样 能接受吸收为最高原则 所以中间没有对错 而只有患者能否接受 那他吃了会不会改善 以这个为标准 但大量使用的情况下 慢慢的合理的标准就会出来 就是大家一般在用重病患者 龙姜汤针对的是重病患者 不是一般患者 简单的讲中医的一针二灸三用药 在现在我们来看 一针二灸是用在轻重症 到药的时候才用到怎么样 重病 没有到重病 你只有轻重症 你根本不用到药 那这个道理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原始点尤其这一次的编排上 也是把这个道理解释得很清楚 比如说我们在诊断与治疗 我们就谈 轻重症你们会分吗 比如说局部的 他是局部在四肢啊 发作时间短暂啊 有没有 这个就属于轻症 刚好相反的 比如他是在头身多处 发作时间比较久平凡 他就属重症 他置于两者之间的 不轻不重的 就在于两者之间 那轻重症到重症 要不要吃熔姜汤 我现在是很严格 我就把重点讲一下 在诊断与治疗 到了重病 重病唯一一个条件是要怎么样 体力虚弱 对 有体力虚弱病症出现 没有这个都不叫重病 那有人会问啊 台中有一个 问了好像十问是吧 因为他问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就是一般人会问的 比如说患处体伤是不是重病 但患处体伤他使用的一定是 内外热源都可以使用 但一定是都内外热源嘛 他当然以内外热源为主 像肌炎 肌炎算不算患处体伤 算不算重病 不算 因为他局部 而且在四肢 你就是用这样来看 但是他属患处体伤 他绝对不可能因为 按推原始痛点而按好的 所以他必须要重用内外热源 但是这时候 他还没有重病出现的时候 要不要用到内热源 急眼要不要喝龙姜汤 不用 不用哦 我的看法跟你们一样 是不需要的 他局部或板急子 板急子如果 你食指啊 弯不下去假设 或弯下去 然后弹不起来 那按这里 如果万一没有好 就可以确定 这个板急子是属于怎么样 患处体伤 但患处体伤 这个板急子是重病吗 还是属于轻重症 如果没有体力虚弱病症出现 他就属于轻重症 那轻重症我们 龙姜汤是针对什么来的 重病来的 那这样板急子要不要喝龙姜汤 所以道理再清楚不过了 只要没有体力虚弱 你只要外热源给他就够了 那外热源我们的使用 已经可以达到24小时 甚至可以涂怎么样 姜粉直接涂进去对不对 然后可以包扎 甚至来把它加热 都可以做到 所以这样我们原始点越来越清晰 而且它的规范 只要患者进来 不是像早期的进来 然后每个人现在说 有姜粉 姜粉泥可以涂患处体伤 每个人就把衣服拉高 然后就开始涂了 然后就开始暗了 然后每个来都叫他喝龙姜汤 如果不是重病 不需要做到这样 而且龙姜汤一定是在怎么样 重病患者我们才用的 那重病患者到底多少的龙姜汤 才算合理 大量的释出来 一般差不多一斤 只要有体力虚弱 一斤到一斤半 我认为那个就是合理量 甚至有些人不用到一斤 他光外热源 现在直达患处体伤这些概念 他有时候不需要那么重 他也恢复得蛮好 那这样2013年 原始点的进展 到2018年我认为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分水岭 你们还记得我早期有放一个乳癌的患者吗 乳癌患者烂掉 我做了差不多二十几天 他烂掉的几乎都去腹身心了 但最后功亏一筷是怎么样 他脱地拉伤腰背部是患处体伤 那那时候就没招了 我也叫他用红豆袋 也用电毯 但还是失败 那这样的失败 代表我个人都失败了 到2018年之前还在找为什么失败 但一直找不出来 也就是热源都是这样嘛 该电热毯 电热毯 该软贴 软贴 但如果现在这一个患者再来 当然他不能重新再来了 如果还给我一次机会 这患者现在有没有办法 从2018年以后慢慢就找出方法 为什么 因为知道电毯 软贴 红豆袋 他没办法 如果对已经很严重的患处体伤 重病患者很危急的 他事实上热也没办法 深套深层 他可能只有在表层很热 但要进到深层比较困难 那我们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细腻 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时候还是叫他电毯 温敷 但他还是一直没有效啊 然后接下来情况就急剧恶化 那对于这种危急的重病患者 我认为2018年就开始接受 原始点是一个考验 比如腹部的 你怎么温敷 他热源就进不去 到最后发现 非得怎么样 把热源送到体内 也就是灌场 他才可以改善 那这样才救了一些患者 但也都是从患者身上 慢慢学到的经验 那这些经面都刻苦铭心啦 那每一个画面带来的是冲击 是看到原始点的不足 但反过来说 却也是原始点 趋近完善过程中的 一个怎么样 好的现象 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所不足 那怎么来把这些不足的处来改善 所以到姜粉灌场开始就有一个画面出现 就是要把热源直接送到患处体箱 我不断强调的是患处体箱 那也就是说 2018年之前的原始点最擅长的 是在怎么样 他处体箱 然后热源也可以温敷到患处体箱 但不够细腻 也就是我们已经具足了 解决重病患处体箱的问题 但不够细腻 所以我们还有改进空间 而且我们很多 还是有可能因此做不出来 老实讲 我开始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痛苦不一样 然后不断自己在沉思 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 然后加上国外的案例 他们都会送到基金会 有些他们也可以提供给我 让我足以看到 哎 这些问题 或许可以解决我现在心中的疑惑 有些可以帮助 但那时候的画面已经确定了 一定要把热源送到患处体箱 然后还有一个动作 要配合怎么样 按推患处 都有了 但都有了是不是就成熟了 没有成熟 我记得那时候2018年末 我有一次来台中 刚好遇到一个癌末患者 他跟我讲经过志工按推 也用电毯 红豆袋温敷 软贴温敷 他都试过 就是无效 我觉得不可思议 那但是我心里已经有个底了 那个热源是透不进去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直接用姜粉泥帮他搓背 年续来回好像两次到三次 那推完之后再温敷 这时候患者就怎么样 有改善了 那很明确的 你看那时候是2018年 这些按推患处 使热源直达患处体箱 还有那时候2018年五六月 我就在美国讲灌场 这时候都已经把这些 直达患处体箱的问题 更细腻化了 这时候原始点已经开始有怎么样 不只在事项上的做法上 已经开始从直的变化了 已经不再强调他处体箱 而是强调在患处体箱 而这一个患处体箱 恰恰是很多重病患者会面临到的 也就是这个山头 几乎就是我们高不可攀 也是医学上都没办法夸过的一座山 但我觉得原始点已经在 2018年已经逼近了这个山的山脚下 而且已经在往前推移了 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那时候的理论开始有剧烈的改变了 然后把我们的诊断与治疗 那时候叫编因 然后再调因合并成为编因施治 那这个时候合在一起 变成三大诊疗方法 已经让我们的诊疗更加完善了 还有很多篇幅内容也因此而做了修改 包括当时的路果 那时候你看路果才三四页 到现在已经七页多 你们如果有看 那个幅度在这几年增加的多不多 非常多 然后对西医的看法也越来越明确了 因为到重病 我觉得重病都是医学界克服不了 那为什么会克服不了 这个一定要从疾病与衰老 还有诊断与治疗来谈 那到了2019年 那速度更快了 速度就是更细腻化 简单讲 那时候年初的15版出来的时候 跟14版已经怎么样 相去很远了 其实那时候写出来还有很多问题 包括和卫医学 我认为一定要从医学的架构来谈 比较清楚那就是16版 后来16版的改就是 按推换处 还有热源的使用更细腻化 然后细部的 那时候我也知道要用电热吹风机 但是我是涂完之后 再用电热吹风机吹 但是国外的他们是怎么样 先吹再推 他们说效果更好 然后最后他们的结论就是 用电热吹风机根本不要拿起来 就一直吹 然后一直涂 那这样热一直不断不就更好了吗 所以最后这些都是怎么样 从大架构上是没有改变的 那个主着在我看法 从2018年开始 直达患处体伤按推患处 这个是最大的主着 然后后面再来慢慢确定 它要怎么做 要使热源沉沉的进去 那沉沉就是推一遍不够 要两遍三遍 那电热吹风机要不断的一直吹 然后再来处理完之后还要怎么样 要用纸巾 本来是只有保鲜膜包扎 那现在一定要用怎么样 掺纸巾 这个你们知道吧 本来那时候十页准备出书 结果因为 有一次跟陈经理露娜他们吃饭 陈经理说 但感觉如果这样出书 她说我还是写得有一点闷 没有很畅快 她知道我里面还有内心 不是只有人写到这样 比如说早期我们的保健 保健能不能治病 如果保健不能治病 那状的组织受损 是靠保健还是医疗治好的 还有体力虚弱 是靠保健治好的 还是靠医疗治好的 保健啊 患处体伤所致之所有症状 医疗一个也做不出来 都是靠什么做出来的 所以保健能治的病 比医疗多还是少 绝对更多 绝对 远的就不说 从生老病史来看 这个疾病就有分 他处跟患处了 那你要延缓衰老 增加寿命 还有预防疾病 预防疾病按推允许痛点 当然也可以啦 你先找出痛点来按推 但同样改善体质也可以 预防疾病都可以 从疾病来讲 就算两个平分丘色 但你要延缓衰老 还有增加寿命 靠的是医疗还是保健 所以从生老病史的角度来看 都离不开保健啦 你生病也要保健 要延缓衰老也要保健 你要死的不够快也要保健 那医疗是达不到这样的 那很显然 这时候就可以确定 保健是重于医疗 有了这样的概念 我一直觉得 当时候写的 保健是间接治病 医疗是直接治病 我有没有写的很委屈 曾经理就是这一点讲我 他说你写的很闷 我看得出来 我想一想也对啊 我为什么要写的那么闷 他明明保健就可以治病 而且他治的病比医疗更多 为什么我们不敢讲 因为西医 说医疗才能治病 保健不能治病 但我们临床上已经十几年 几乎已经证实 恰恰相反 真正能治病的是保健 而非医疗 这个是颠覆整个医学观念的 也是颠覆民众的 但这个人不说吗 所以书已经印了一半 临时喊卡 所以你们看不到 还有15.5版的 那个胎死腹中 就在那一场吃完之后 就决定不印了 我决定把医学讲透 所以再也不用间接治病 我叫做治愈疾病 这个比较恰当 因为保健是让我们热能改善 体质改善 那真正能解决疾病的 不是这些热 僵不能治病 温敷也不能治病 那真正能治病的是 身体的热能够了 补足了 它就可以修复患处体伤 来达到治病的目的 那很显然嘛 它本身就有治愈力 而这一点恰恰 跟西医又相反 西医他们强调的是怎么样 他们的药有多厉害 手术有多厉害 这些炎就可以治病 但我们恰恰相反 我们告诉所有民众 真正能解决疾病的是什么 你身体本身 而非靠外来的这些 让民众知道 健康原来是可以靠自己的 那这样才是真正的原始点 真正原始点不是 我能给你什么 而是我很明确地指出一条道路 但问题你走不走 你走你就会健康 不需要花大钱 这个健康会得来更扎实 它没有后遗症 没有像手术 还有含量药的副作用 它没有 而且它几乎是自然的 在生活中你就可以找到方法 哪有一种医学 可以方便到如此 而不需要有一些高深的道理 这时候 我觉得一定要把 跟西医冲突的部分 不再委屈了 所以我才会第一页就开始谈医学 然后把这个图表 就把它画出来 这个就是我的立场 就是原始点的立场 那如果哪个医学 跟这一个图表不一样 那就代表是他们的问题 不是原始点的问题